再来看股市方面,港股连跌第四天,横止跌超过300点。 人行通过中期借贷便利操作,向部分银行放水,内地股市先跌后回升,不过港股未有跟随。 横止收市跌307点,报23167点,成交增加到917亿元。 业绩差跃月期的国泰跌7%,保险股拖地大势,平保以及中人寿跌2%,而改名为领展的领会股价偏软。 赌业股也有估压,银鱼以及美高煤都跌4%,出口股就造好,联想以及利丰是升幅最大的两支篮筹。 最后也港股收市价,腾讯控股升2毛,中国平安跌1块2,按说A50中国跌1毛,颖赋基金跌3毛,勇邦保险跌1块。 中国移动跌1块8,建设银行跌9分,南方A50跌8分,港交所跌2块6,汇丰控股跌7毛。 再来看公司业绩,银河娱乐中期成立倒退6成6,主席吕志和认为澳门赌业已经见底。 业绩摘要第一句,英语已经重申,形势严峻,上半年存立倒退6成6,至于20亿元,当中包括非经常性开支10亿元,特别股息一毫四鲜,经调整经营现金毅力下跌4成3。 不过令市场稍微惊喜的是,第二季经调整经营现金毅力跌幅少过预期。 你不是想我再跌吗?再跌就没得了。 应该现在你看6月份是最优惠了,7月份已经升上了6-7%, 大家明白所谓hit the bottom,应该差不多到底了, 因为你都看到了,澳门整个设备不是政治,是赌博的。 旗舰项目澳门迎合,贵宾厅业务仍是重灾区, 上半年博彩收益跌4成,中厂博彩净盈率跌穿4成,是两年以来最低, 收益继续受压,这次业绩只是反映到新项目开幕后大约一个月的表现。 宁与指,长远对澳门前景仍有信心, 集团同时会检讨成本,实现多项解留措施,提升营运效率。 无线电视张静报道。 另外国大航空的终极权力即升超过4倍,不过还是差于市场预期。 上半年赚19亿元,第一次的中期息每股派26分。 油价下跌令燃油的开支减少,而在扣除对冲亏损之后,燃油的成本金额下跌1成2, 不过其内客运和货运的收益都露了下跌。 而至于中国海外发展的中期纯利增长两成,赚超过163亿元, 扣除投资物业公允值的收益,核心盈利也增长了两成,好于市场预期,中期息维持在两毛。 再来看欧洲市场方面,早段三大股指全线向下。 美元会价对日元124.33,英镑1.5684,澳元0.7352,欧元1.1041。 港元会价对美元7.7526,每百元6.2350,欧元8.5596, 磅12.1592,热市法郎7.9636。 已经报道完了,感谢收看。